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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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來到這一集 可以訪問兩位很熱血的師傅 我知道兩位在這個行內 都已經打溫了幾十年 做一件好的西裝 難怪想看 西裝就不同其他數字 我告訴你 這個007365 你照這個做的 可以的 它不是的 是全靠手感經驗 製作一套西裝 由頭到尾 需要七日時間 首先拿一個中心點 穿上衣服 看比例 看一個平衡 你穿完我們做的衣服 那個線條會出來的 無論是薄 腰 它很肥很肥 五十四吋腰也好 在後面 在側面 都看到它有腰線 西裝師傅 製的衣服 它是用薄位做標準 一直這樣計下來 我就不是 我是用中間位計上來 兩邊計的 廣東手工 除了快靚靚之外 在結構上 都會有講究 如果要做起衣服 要挑手針工藝 都要一整天 對 裡面有分 例如挑袖 挑袖頭的 叫做腳趾邊 內豬邊 機器做的 會很直 人手挑 為何又要挑到它 斜斜地 所以為何人要高級訂製 它就是要買你 一針一針 做出來的口 一定不是機器做中 很一樣的感受 對 要快 其實可以一條褲 一個多小時 已經可以套裝那些袋子 傳統手工 又沒那麼快 開骨包住 在車暗示 手工東西 不會凹凸不平 就很立體感 上邊那個空袋 我們行內就叫做D袋 如果一般那些 無論大牌子 賣現成 它都是開直的 是傳統手工 軟彎的 很難做的 外面很多店 到處都會 凡是家製要加錢 但是在我們這裏來說 就不要加錢 不要加錢 更鼓勵他做多些 有些人可以捱 但可能為了錢 為了一層樓 就捱 但你們是為了夢想 路轉變 西裝不能停 所以我們腳步是不會停 我們不斷在研究 我父親都是做西裝這項 我自小就是西裝普長大 對西裝有種親熱感 但我小時候是不懂做的 讀完書 父親就過世 我就慢慢吸收這項 接受店 有40年的歷史 我五代都是做服裝 可能骨子裡流著的血 都是做DNA 對 做這一行 就跟上海師傅學做西裝 學了四年 比較少女生入行 學識了之後 就轉了做時裝 那時裝沒得做 我就從操故業做西裝 在香港現在來說 懂得做全套西裝 實質是超過60歲、70歲之間 是的 已經是退休的階段 見到她 我就抓緊她 我不放了 我要學她的東西 我現在是過著 以店舖為家的生活 分擾必爭 早上九點之前 一定到店舖 做到晚上 有時十點鐘才離開 那個時候才吃晚飯 家企很陌生 最開心的客人 不是接到這宗生意 有多少錢賺 最開心是這套西裝 做起了 穿到人客身上 人客是點頭 滿意 那我們就服了 我們不是一個金錢的世界 我們是一個成就的世界